许多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视为生命,甚至为艺术现身。 而发生在加拿大艺术家吉利安·格恩瑟·Jillian Dancer,身上的事情似乎真的让他为自己的作品而现身了。 在15年时间里,格恩瑟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一件雕塑作品,用一倍的贝壳雕塑,出圣经故事中,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。 在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,格恩瑟一直感觉身体不适,似乎换了一种自身免疫功能退化的神经性疾病。 他万万没有想到,他正在精心雕塑的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,正在威胁着他自己的生命。 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吉利安·格恩瑟,于1991年开始进行雕塑艺术创作。 他使用的全部是天然材料,来自大海的贝壳、珊瑚、干枯的植物,以及合法取之的动物遗骨。 1998年,他全部用蛋壳,塑造了根据犹太教传说史上的第一个女性莉莉斯·莉莉斯。 接着,他决定用了一倍的贝壳,创作亚当·格恩瑟选用的一倍,都来自加拿大的大西洋洋岸。 从多伦多的中国城商店里,成批购买来。 然后他将这些贝壳筛选处理,选用那些形状,符合他创意的贝壳。 我每天花费12个小时,逐一打磨这些贝壳,让它们组合在一起,一件件融入亚当的身体。 格恩瑟在《多伦多一份生活》杂志上的文章中写道,这些贝壳完美的组合,呈现出亚当的鸡肉纹理。 我筛选了数以千计的一倍,每周两三次给亲友们送去一倍肉。 在开始塑造亚当这件作品几个月之后,格恩瑟开始感觉身体不适。 我开始感到焦虑不安,老是头疼,还经常呕吐。 有时一天好几次,格恩瑟写道,我不断地去看各科医学专家,神经科专家,风湿病专家,内分泌科专家,等等。 希望能确诊我到底患了什么病。 当他们问我,有没有接触过有毒物质? 我总是回答说,没有啊,我使用的都是天然材料。 然而,随着时间推移,格恩瑟的症状逐渐严重。 他说,如果他打磨贝壳几个小时后,他常常感到身体不能动弹,肌肉疼痛,而且手会抽筋。 根本没法拿起工具,因为找不到病因,他开始有点迷信了。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说,他在死前只有一个愿望,我那时非常虚弱,我的身体如此疲惫不堪。 我当时就想,但愿我在死前能完成这件雕塑作品。 然而,格恩瑟的症状随着时间而逐渐严重。 他说,如果他打磨贝壳几个小时后,他常常不能动弹了,他不仅肌肉疼痛,而且他的手会抽筋。 根本没法拿工具,因为找不到病因,他开始有点迷信了。 他在接受BBC采访时说,他在死前只有一个愿望,我那时非常虚弱,我的身体如此疲惫不堪。 我当时就想,但愿我在死前能完成这件雕塑作品。 他接着说,当最后作品快结束时,我出现了所有严重痴呆症的症状。 我无法进行思考,我产生空间困惑,想不出如何旋转东西,或不知道把东西放在哪里。 我常常把东西反着放,或放颠倒了,我总是很气愤,焦虑,感觉无望,甚至想到自杀。 他写道,在症状最严重的时候,我会在街道上来来回回地走,自言自语,或毫无目标地乱嚷嚷。 我去看一位精神病专家,他却找不出我如此古怪的癥结所在。 我们接受了各种治疗,服用抗抑郁药,抗精神病药,镇静药,但是什么都不管用。 一天,他偶然发现了一些信息资料,骨头和贝壳会从它们栖息的自然环境中积累毒素犹如天光炸现。 所有的一切都清楚了。 2015年,格恩色被确诊为严重重金属中毒。 他们发现我身体里披霜水平很高,后来又测出了签。 他说,终于找到了元凶,在他塑造亚当过程中,数以千计的贝壳在淫膜中散发的粉尘。 一被从它们栖息的海水中,吸聚了工业金属元素,积累了被污染的海水中的有毒物质。 这些微小的有毒物质,在格恩色打磨被壳过程中散发出来,被他吸入体内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格恩色的这件毒害他的艺术作品,正是要反映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扭曲关系。 我身体经历的痛苦,也正是我们的地球,正在经受着的被毒害的苦难。 他在多伦多生活杂志的文章中写道, 但格恩色感到,他必须继续塑造他的亚当,我美丽的死亡,亚当,于2015年终于完成了。 如果他放弃完成这件作品,他感觉自己就白白的中毒受害了。 格恩色的神经系统受到损害,听力严重受损,并永久性脑力衰竭, 也使他更容易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疾病。 为了继续完成他的作品,格恩色格外小心,避免进一步中毒。 看着自己的雕塑作品亚当,他不仅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痛苦, 同时也为今天的地球状况而伤心。 但他对BBC说,不过我也为我的亚当感到满意。 他是如此美好。 我从这里看到希望,所以我称其为我美丽的死亡。 新华社莫斯科1月7日电,记者BL,据俄罗斯媒体7日报道, 美国麦克亨利堡垒号登陆舰,目前已进入黑海海域活动。 俄罗斯黑海舰队求知号护卫舰,正在对其进行监视。 俄消息报7日,援引俄国防部声明报道说, 美海军麦克亨利堡垒号登陆舰,于莫斯科时间6日21时, 北京时间7日2时进入黑海海域。 并于莫斯科时间7日93时10分,北京时间14时30分,进入罗马尼亚康斯坦查港。 俄黑海舰队求知号护卫舰,正采取多种措施,对其进行监视。 俄罗斯与乌克兰,2018年11月25日在黑海发生冲突。 双方就海上冲突说法不一。 俄联邦安全局和克里米亚边防部门说, 乌方海军先后有五艘船只,未经俄方许可试图穿越克士海峡。 俄方采取多种措施,制止乌方这一挑衅。 乌克兰海军新闻局则说, 乌方海军两艘炮艇和一艘托船,当天试图通过克士海峡大桥。 从黑海进入亚素海, 俄方一艘舰艇,故意撞击乌方海军脱船。 向乌方一艘炮艇开火,致使六人受伤。 乌方海军三艘船只,即船上二十多人遭俄方扣留。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马骏, 环球时报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。 十二月三十日,八十五十五分。 嫦娥四号探测器,在缓越轨道成功实施变轨控制。 顺利进入预定的月球背面着陆准备轨道。 四十五十五分。 科技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, 向嫦娥四号探测器,注入调资和变轨参数。 八十五十四分。 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动机成功点火。 开始实施变轨控制。 八十五十六分。 地面测控站实施摇测数据监视判断。 嫦娥四号探测器, 已由近越面平均高度约一百公里的环越轨道。 成功实施降轨控制。 进入近越点高度约十五公里, 远越点高度约一百公里的环越轨道。 自十二月十二日,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施近越制动进入环越轨道以来。 进行了两次环越轨道修正。 与雀桥中继星进行了四次中继链路测试。 开展了激光测距, 三维成像, 微波测距测速等导航敏感器轨轨测试。 为探测器进入预定着陆区, 宅机实施月球背面软着陆做好准备。 一步步伐尽砖能修正的团队。 炝灵的链温量使用四周末。 距离 ludzi电池有红队做好准备 Parad规。 亢物顶集想列有位置供出本屋, 一步步伐尽并展走。 感谢观看